林志堅論文抄襲 知道教授陳明通護航成眾矢之地 現在又被爆 他在2016年林志堅協論文期間 前後收到400萬捐款 捐款人士陳榮全先匿名捐200萬 當時研究案連會計項目都沒有 就直接撥款 兩個月之後陳榮全當新竹科學城物流董事 從中高階主管高升 變成有台糖26%持股的公司擔任董事長 之後陳榮全再度匿名捐200萬 沒多久林志堅論文口試通過 他其實是台糖作為大股東的公司 政府可以掌控股權的一家公司 那麼為什麼在巨額捐款之後 他就可以高升 之前沒有捐 之後也沒有再捐 就是在論文之前之後 這裡面有太多讓人起源疑鬥的地方 同意之前錢就進來的絕無僅有 林志堅抄襲論文門 撤出巨額捐款 藍軍質疑時間點太巧 若單純贊助薛數做研究 為何刻意匿名捐款 主持研究機構 我本人沒有拿一毛錢 跟林志堅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也不是透過林志堅認識這個人 網友傻眼大酸說 台大應該感謝小英愛教 因為陳明通來當教授 很多人愛來寫論文 還突然愛捐款 不過一提到林志堅 台大認定林志堅抄襲 但陳明通話風一轉又開展 我準備了非常充分的資料 去證成林志堅沒有抄襲 台大收到這些資料 必須認真考慮 林志堅沒有抄襲 看到民進黨的拜相已落 怕被獵巫 怕他的巫殺帽沒有了 剩下他一點點的利用價值拿出來 替林志堅背書 陳明通等於他又選擇跟台大來對干了 考驗社會的智商了 學術機構難道暗藏鎮傷金庫 當小英的超級愛教 又再度為林志堅挺身而出 果真不簡單 記者謝紅如陳怡榮 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